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今天上来公司和我聊天 稍后会去看球队的操练 Jacko会介绍我们香港的操练 因为他非常有兴趣 看看我们香港的操练和德甲的操练有什么分别 他这次来最主要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看来看来看来香港和南亚 可否打一场友谊赛 我记得我很小时 好像曾经汉堡来过香港 踢过一年的荷碎杯还是什么赛事 我记得当年还是好像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如果记错的话 希望球迷更正我 就好像是对港联的 当时好像是邱志强做同伴 结果好像我们是香港联队 香港联队还是香港联队 香港联队 港联的时候好像是赢了1比0 还是耶稣射入 居里射入的那波 我记得好像是汉堡 如果我有说错的话 或者大家更正我 就是很多年前的事 汉堡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球队 现在他们还有我们的联队 一个中国籍的球员在那里 我相信如果他可以 他一边谈他说 他都很想来香港和我们 踢一场球 因为都会有很大的吸引性 还有因为德国球队很久 都没有来香港比赛 我们主要是环绕这些谈 还有他们很希望在短期内 他只能说可以在1月来踢 因为原来他们在德国1月内 因为天气太冷了 和落雪的关系 他有一个离开 离开 但有成两个 由聖丹至1月尾 所以他们又不想 球员太久没有这个比赛的 要继续有比赛的节奏 所以就希望去外面 去亚洲或者去其他地方 踢多些友谊赛 去保持住他的状态 因为接着是冲线的了 1月底回来 就是最后第二回合的赛事 这里我们也要想想 因为我们1月的旗 都非常具体的 我跟他解释了 因为我们会是 1月回来 有很多的杯赛和联赛 以及要准备阿歇的赛事 所以我们要量度一量旗 而且因为球场的问题 我们也跟他解释了 因为球场也不知道有没有旗 如果我们每个星期都有比赛 我相信就比较困难些 但他就很希望在1月份 可以来和我们看一场球 我们会在下周 立即和足总谈谈 和量度一量旗 看看可不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很希望 和一对德国甲组的球队 打一场友谊赛 可以在他身上学多些东西 今个星期日 我们在联赛中 我们在将军澳球场 来作客 对黄斌FC 这场球 真的非常之重要 因为上周 我也在电视上直播看到 他们也踢得很好 刚刚输了给杰志 1比0那场球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球 例如欧冲射球 又中尾 有些空门又射不入 这场球表现得很出色 所以我们跟教练 开会时也说了 特别留意 因为这场球 都不是容易应付的 也希望在星期日 多些球迷 进去捧场 和我们打气 我们也希望这场球 可以全奪三分 到时星期日 在球场见 在警交星期那里 可能在玉米北 是sel庄